你敢跟鯊魚游泳嗎 鯊魚應該不會想吃我吧 我這麼瘦 嗨 大家好 我是 Janet 歡迎來到Women's Health 戶外衝一波 我是你們的第一個新教練 我今天要教的就是 潛水scuba diving OK 我第一次的經驗 是差不多我11歲的時候 然後我就從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愛上了潛水 那我第一次呢 比較算是自有潛水 那個時候其實完全不知道 潛水 自有潛水的分別 我就是覺得 我就是要進去海裡面 去看生態就對了 因為我沒有很擔心 我也沒有特別的有什麼壓力 所以我就在水裡面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自在 你不會游泳嗎 沒有關係 潛水的時候 其實不太需要會游泳 因為你就是飄在那邊 就是 Like that 玻璃 玻璃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特別特別喜歡 有一個叫做水母湖 裡面的水母應該有 I don't know 幾千萬或是幾億 而且它已經沒有攻擊的動物 會去刺它 慢慢的那個刺就不見了 所以你在裡面游泳的時候 是很妙的 你會覺得你在一個 Jelly 一個甜點裡面的感覺 但是沒有沒有被刺的 那個那個害怕 所以 對 Jelly Fish Lake 我的好朋友 就是Antifog 有各種樣子的Antifog spray 還有cream 它就是你磨在裡面 或者是你噴在裡面的一種液體 磨一磨 然後就用水清一清 它就會讓它比較不會起霧 一直起霧的話 其實你就很多東西會看不到 你就少了一半的那個經驗 還有你看到的視野 所以Antifog cream 或者是spray很重要 你敢跟鯊魚游泳嗎 我也不敢 反正鯊魚 應該不會想吃我吧 我這麼瘦 所以我們就是去找一個 專業的教練 帶我們去看鬥牛鯊 在海洋裡面是算第三個最兇的鯊魚 然後我就說 那個籠子大概多大 因為我們都會進去籠子 然後就這樣子看牠們餵 他說 沒有籠子啊 沒有籠子 我們就真的是直接這樣子下去水裡面 裡面有一個大的垃圾桶 我们就把它打開 裡面有很多魚頭 我們就這樣子放開來 然後就很多鯊魚 就真的開始來 第一隻鯊魚來 你就會覺得 那天呢 有40隻 所以 你就開始享受 你就會開始真正的去觀察每一個鯊魚 其實牠們真的有一點像很可愛的狗狗 就是很會過來 然後就看你一下就啪啪那種 然後那一次在跟那麼多鯊魚玩的時候 我就往下看 然後我就發現有一個小小的白白的東西在沙子裡面 是鯊魚牙齒 這也是我真正的親自煎起來的鯊魚牙齒 比我想像的小很多 你看這麼小 我第一次當水下的模特的時候 是有一個朋友 他很想要試試看 拍一些比較時尚比較優雅一點的照片 我通常在水裡面拍的照片 都是那種 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我就想要挑戰 最難的是最塊布 看起來很輕 但是你在水裡面的時候很會把你往下拉 所以它很重 還有你的頭髮也要飄 然後你的表情也是要柔軟的 還有因為我的鏡是非常非常深 我1400度 I know 你要完全看不到東西 還要假裝你看得到攝影機在哪裡 然後在那邊拍很優雅的pose 真的非常非常的難 但是後面的成果的作品 我非常非常滿意 挑戰成功 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開始想要再拍一次水下的模特照的時候 我懷孕 所以我們真的是在蘭嶼 因為我覺得pregnancy是一個很natural的事情 可以在這麼的natural的環境拍孕婦照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的美 這個困難度呢 就是在任何的水裡面就往後倒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水直接慶絕 所以我前面前面好幾張刀片就是那種 因為水就會一直衝到上面來 後來我就學會 你越放輕鬆 讓水進去鼻子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的往後擋 所以很厲害 這以後要給我的兒子看 你看你媽媽多辛苦啊 在水中生的 講到蘭嶼 那個時候我就跟我老公一起自由潛水 他是第一次自由潛水 但是他就很厲害 可能他前一輩子是魚吧 I don't know or 海龜吧 Anyway 他雖然很害怕 但他都願意試 他就覺得 OK I'm very nervous 我很緊張 我很擔心這個這個這個 但是 I'll still try 看他這麼害怕 其實你會覺得很可愛 所以我很喜歡帶他去做這些運動 整個過程你是不是會跟著他去享受 So George You're still my favorite Until Brad Pitt comes 在想什麼 我在潛水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在想 然後什麼也都沒有在想 你在享受那個時刻 因為你在潛水的時候 It's a whole new world 有魚 有珊瑚 So magical 你在那邊的時候 你所有的煩惱就會不見 再加上你的身體的壓力也少很多 因為你在水裡面飄 所以我才會常常推薦很多人去潛水 你不用會游泳 真的你就是飄著 那個感覺非常非常舒服 So在想什麼 Everything and nothing at the same time 有一次我去澳洲 然後就玩越野車 然後就撞到骨折 那一趟是我們要去坐Liverboard Liverboard就是一艘船 然後你住在上面 然後每一天就這樣潛水 雖然我已經都有石膏了 我就用了差不多10個塑膠袋 就這樣子一直綁起來 然後用大粒膠 Yes 就是那種銀色的那種大粒膠 就是一直綁綁綁綁綁綁 在包的時候 當然裡面一定會有空氣嘛 下去水裡面的時候 那個空氣是會是還蠻大一包的 我游下去就變成 YAY 我的手一直浮上去 因為裡面都是空氣 所以我就覺得我下不去了 But 我為了玩 我真的是可以非常有創意的 這樣 Surprise I'm crazy Here you go 那這個就是我的潛水九宮格 你聽完你有沒有想要跟我一起挑戰 那我們就戶外衝一波嗎 I'm waiting for you